在新加坡租房要搞清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住在哪一个地铁站的附近 打开地图看看自己要租在哪一个地铁站附近 举个例子 离国大最近的地铁是肯特冈 要来国大读书的小伙伴可以重点考虑一下这个区域 一般金文台肯特冈火爆别墅的出租房源会比较多 第二点 住什么类型的房子 一般来说新加坡的房子分为三种类型 组屋公寓和别墅 别墅 组屋就是新加坡政府建的公共房屋 价格比较便宜 80%的新加坡人都住在组屋 公寓则是私人住宅 和国内的小区类似 价格比组屋要贵 设施十分的齐全 一般会有泳池建成房烧烤区多工农室等 别墅就是有永久地气的独立别墅 不是像碧桂园那种大规模的别墅群 所以没有像泳池建成房这种小区设施 相比起公寓来说 很少人是会去租别墅的 除非你想演小时代那样的剧情 学校宿舍 NUS给学生是有提供有限的住宿 一般优先给低年级的本科生 学校的宿舍一般都是单人间 没有空调 共享厨房和洗手间 价格相对于外面的住宿会便宜一些 一个月大概550新币左右包水电网 那么住在学校的好处 就是离学校特别的近 然后呢楼下就是学校的饭堂 那不好的地方就是 比较爱做饭的同学 可能住在学校的话 做饭会没有那么的方便 好第三个你要搞明白的事情 就是你要租整套还是单间 整套出租一般是适合家庭 或者几个小伙 或者几个认识的小伙伴一起租 个人来说呢 一般会选择单间出租的比较多 那么单间出租呢 一般又分为主人房和普通房 主人房就是带独立位宇的房间 普通房则是指房子里的客房 面积一般会比主人房要小 好接下来这是一般市场的价格 主屋主人房的价格是800到1200新币 主屋普通房的价格是600到1000新币 公寓主人房的价格是900到1500新币 公寓普通房的价格是700到1100新币 好接下来我们讲一下注意事项 首先要留意一下 租房在做饭方面有没有任何的限制 一般他们会这么说明 可小煮可大煮和不可煮 可小煮的意思就是有点像是可以煮个面啊 可以煮个面啊煮个粥啊 或者是用微波炉热个饭 可大煮指的是可以炒菜 可以做各式各样更加复杂的菜式 那么不可煮就是完全不可煮 在西洋部外面吃饭并不贵啊 也非常也十分的方便 所以说绝大部分人都是在外面吃饭 很少人在家里面做饭 很多房东觉得说 做饭的话油烟会比较大比较难 收拾干净 所以说他们就只允许小煮 或者说甚至不允许煮饭啊 这个想要做饭的小伙伴 在租房的时候需要了解一下这方面的问题 好水电网 水电网可以分为包水电网或者是平摊 包水电网的话呢 就是租金里面会已经包括了水电网 平摊的话则是跟其他房间的房客平摊 一般来说租公寓的话 水电网的费用一般都是平摊 原因是因为公寓的水费和电费 一般都会比较贵 所以说呢 平摊这种方式会鼓励大家不要 在不必要的时候浪费水和浪费电 好 接下来空调洗衣机使用是否有任何的限制 有一些房东他是有限制空调 一天只能用多少个小时 比如说空调一天使用不能够超过十个小时之类的 意思就是说基本来说就是睡觉的时候用一下空调 下一个注意事项就是能否让朋友短期留宿 有很多小伙伴会有朋友来新加坡旅游 想要说可以留宿几个晚上 一般来说都是允许的 但是如果说你要留宿超过一个星期 那么房东很多时候是不允许的 原因是因为新加坡房屋局是有规定 一个房子里面同时只能住几个人 所以说如果说有小伙伴要来留宿的话呢 有可能会违规 所以说这方面要跟房东沟通清楚 再来一点就是电器坏了 要找谁维修 维修费用由谁出 这个的话也是要跟房东沟通 还有一个就是押金 一般是一个月的租金 押医租医 最后就是要了解宿友的背景 以及房东的背景 一般出租信息会有简单的提到 说宿友是工作人士还是学生党 有一些房源是只出租给女生 是为了安全的考虑 生活上也更加方便吧 最后呢也要了解一下 大概了解一下房东是谁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可以跟房东互换一下身份证的信息 这样子如果说出现任何纠纷等等 你也知道去找谁沟通 关于西安坡住房的事情 大概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还有其他别的问题 欢迎在这个视频下面留言评论 或者私信我 我都会回复你的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帮助到你 请你帮我按个赞 收藏一下 让更多小伙伴看到咯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